我认为CPI达完期内破定 这是出乎大家的意外 因为市场本身是8.3% 最终出8.6%的状况 现阶段大家对联储局的加息 全部都是在估计一下 因为自从出了CPI数据之后 联储局也没有直接说过 我们没有听到鲍威尔说是会加半厘还是加4分3 而且这几天的官员都不可以发言 是的 所以相对上来说 大家就是揣测到底那个状况是怎样 而且会看到无论加半厘也好 或者加4分3厘 大家的解读都是从不同的向度 都是第一个负面的状况 当然加4分3厘的时候 应该会压抑到通胀 但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 就会有一个不利的状况 就算符合鲍威尔预期的时候 都是说到是加半厘的状况 其实大家又会有一个优惹 即是压抑不到通胀 下个月再公布的又会再是一个升温的状况 所以无论是加哪一个的幅度 我想对于美股来说 其实也是有一个受压的状况 我想市场最关注就是加完之后 到底在联储局有些什么 会不会有些很有效的政策 或者是派到一些定心愿 大家会觉得 联储局应该在通胀和经济增长 两边可以有一个取得平衡的方法 来做得到 我想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就是导致到底可不可以在三万点有一个支持 当然最理想来说 就是可以在加完息之后 逐步攀升上三万一千点 大家就会更加安心 但如果万一真的穿了三万点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要有个心理准备 继续受压的机会都会相当之高 参考2020年12月的时候 那个低位就落到二万九千六百点附近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看到市场大家都会担心 究竟这样的急跌法 其实是有时间跌还是怎样呢 大摩和高盛都认为 美股现在的股值 都还未反映到盈利和需求的风险 现在的远远都还未去到低迷的水平 言下之 就是可能美股会再弱势的情况 还未出现 你又怎样看呢 如果按着港股来做一个参考 现在恒指稍为五月底 就升了一点点的时候 仍然是徘徊在2016年的位置 相对上刚才说到导致 导致现时来说到2021年2月的位置 但是如果大家从连线图来做个参考的时候 2019、2020、2021 美股都是上升的 三年都是上升了上来的时候 如果要全部消化了 2018年那个位置 变成了那个状况相当之客人 所以我们先看着三万点这个位置 失手了的时候 才一级级再看月线图 看看会不会在某些位置 摸到一个支持的状况 现时去看的时候 加息当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状况 但是强美元的格局出现的时候 亦都会令到有一些资金 愿意留在美国的市场上 所以加息未必是对美股 一面倒是一个差的事情 但是相对上来说 持续地加息的时候 大家需要留意外币是会贬值的 不论人民币、日元等 全部这些都会贬值的时候 反而不利外围股市的状况 除了是日本、欧洲 以至到对于我们港股来说 都会有一个不利的走向 所以现时来说 就不只是看美股的表现 也要密切留意我们中港股市的动向 是